元朝修的宋史为什么会修的特别烂 因为他修的太快了 清朝人赵义在他的念二史扎记里面 对于宋史的评价就只有两个字 凡武 翻译过来就是这本书又臭又长 之所以会这么评价宋史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元朝人修的这本史书确实不咋地 按照咱们中国人古代的各个封建王朝的传统 给前代修史书 那是证明本朝合法性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所以给宋朝去修宋史这件事 在元朝刚开始的时候就非常重视 从元氏祖到元文宗 几代大元皇帝都想要搞成这件事 但是他只要一动起手来 那这帮大臣立马就开始嘲笑 吵架的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宋代的时候 称帝的人可不仅一个 宋国 辽国 金国 西夏 大理 甚至越南都对外称帝了 大家还记得曹老板的那句名言吧 如果没有他 当今之事不知道有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在古代中国人的概念里 一个时代的正统只能有一个 所以皇帝也只能有一个人当 一旦同时期冒出了一大堆的皇帝 那就意味着这个时代 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而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比方说像三国 还有南北朝 五代十国 都是公认的分裂时期 偏偏老赵家的时代 周围一圈全都当了皇帝 直接把皇帝的这个地号给贬值了 如今你要修宋史 你到底是任老赵家 还是任耶律家 还是任完爷家 于是乎 辽金宋谁是正统的问题 就在元朝的朝堂上闹开了 有人认为宋朝是正统 因为辽和金当时都用过宋朝的年号 可是你要是认为宋朝是正统的话 那南宋当年可是向金国称过臣呢 宋高宗赵构的那句臣构言 就已经把南宋贬成一个藩蜀国了 你要是认金国是正统 那女真人当年可是成绩思汗 不共戴天的仇人 咱们哪能够打自家老祖宗的脸呢 那还有人认为说宋朝没有必要给他修史 因为宋朝它就不存在 从唐末的五代史国以来 这天下就没统一过 唐朝之后一直乱到现在 直到咱们元朝给统一了 所以你修宋史 还真倒不如修五代史那样 全给他塞进去 就当老赵家是一个大号的军阀 于是乎一个新的概念就形成了 那就是辽宋金三朝分别修史 整个宋代 它就不算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三家都是正统 这吵来吵去 蒙古人终于是朝萧廷准备修宋史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元顺帝的时候了 毕竟整个元朝 除了元氏祖和元顺帝 这个恰头去尾的两位皇帝之外 其他的加在一起 在位时间都没有超过五十年 等同于说这个前朝的史书还没有修完 本朝就快要不行了 结果宋史直接成了一个豆腐渣工程 宋史一共有496卷 论体量 它在24史当中那都是非常庞大的一个 可是质量问题就非常严重 整本书字书是不少 可是一共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匆匆就完稿了 整部宋史你压根不能说它是修出来的 而是给它塞出来的 他为了赶进度 宋史干脆就把宋代官方的文书 一股脑全给弄到了一起 甚至连木制名都也放进去了 就像个合定本一样 而且宋朝因为在王安石变法之后 这新旧党争非常严重 每一方上台之后都会重新修史书 所以宋朝自家的神宗实录 前后就改了好几版 等元朝修史的时候 这把改来改去的东西也全给招单全收 所以宋史当中的前后矛盾也非常严重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 毕竟元朝的国情在那摆着呢 当宋史修完的时候 距离朱元璋修那本更烂的元史 也没有多少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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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